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陳哥 怎麼樣 上禮拜 我約你看電影 你明明有空 為什麼不出來 史密斯 史密斯任務 拜託我看過了 2005年就推出了 不要那麼A-L-K-K A-L-K-K O-M-G A-L-K-K 這是古飛籍的詞 這種詞你都說得出來 我剛剛說史密斯 的意思就是 什麼意思 因為什麼意思 念快一點就是 史密斯 什麼意思 你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今天我們有兩位 歐吉桑跟歐巴桑 要抱持著學習的心態 來看看究竟 00後的生活圈 都在流行些什麼 而今天晚上 邀請到了三組爸媽 跟他們的孩子 又是存在著什麼樣的 雞同鴨醬 來 歡迎他們出場 所以歡迎 好唱片 歡迎KANK KANK 歡迎PIKK 歡迎PIKK 歡迎亮亮 歡迎Ivy 好 歡迎Misha Misha Misha 歡迎三組家人 辛苦的父母親 這個孩子剛好是15歲 16歲 現在即將滿18歲 即將滿18歲 對 花樣年華 一個個都是我這樣看他們長大了 我沒辦法接受 真的 而且我們剛剛才在講 他們以前小時候一起參加 友台的節目 從小 就是三四歲開始 大概是三年前 青澀的不得了的到現在 你看 韓豹待放 哇 亭亭玉麗 敘事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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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待發什麼 前面兩個穿的Case流冷汗 人模人樣 KANK對我形容她 亭亭玉麗有點沒辦法接受 對 她以為她去泰國發財 好啦 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明星爸媽 也是非常精彩的明星兒女 唉唷 怎麼會這樣 孩子的流行 我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嗎 第一條 心心用語 多囉 這邊孩子最多的 Vicky先來 好 就是我女兒們常常會喜歡用那個 女兒們 對 女兒們 常常會用一些代語 我聽不懂的 譬如說 妳白吃 對 真的 你們都有聽過 AVY怎麼知道 她那個音語聽起來 我覺得還蠻符合妳的特徵 妳不要亂動 妳不要去坐在別人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我會聽不懂 我也會看不懂 他們這樣就會讓妳覺得 妳是局外人 是 說出他們自己知道的話 然後還會被笑說 媽媽妳 妳有沒有唸朱音啊 妳朱音怎麼那麼差啊 兒子喔 不曉得在學校那個混的 有一些語言回到家 有一天啊 他說 喔 今天考試真的 好難喔 喔 爸爸 我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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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涼了 我們又沒開冷氣 你們涼什麼東西 涼什麼東西啊 我涼了 涼什麼涼 老子都不老子了 是成績不好了嗎 我不知道啊 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意思 這個情況可以用在 各個各個 那種 各個情況下 這個字詞 就譬如說 你考試考不好 就是啊 沒了 一看到考卷 哇 好難喔 我沒了 這次我沒救 就跟GG是一樣的意思嗎 對 有點像 是繼續的變種嗎 有點 變變種 延伸 想說我們會講完了 想說我們講完了 但後來我們換個說話說 我毀了 毀了 對 想說爸媽也說什麼毀 對 什麼毀人 我死了 我毀了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天我惹媽媽生氣 她在爆發 我說喔 我涼了 涼了涼了 也可以這樣用嗎 喔 那涼了不一樣 那涼是因為 涼了涼了涼了 涼了以後呢 然後想說哇 那你大考考一段落 我說辛苦了 看你這整個 臉色都很差 欸 今天晚上喔 爸爸帶你去好好吃一頓 補一下身體 他說 唉唷 爸爸 你去喔 我去什麼 去什麼 我一開始我也聽不懂 你要確定喔 確定喔 好不好講確定兩個字 有懶成這樣 現在的縮寫也說得很怪的 太怪了 第一個怪的是幾年前的北車 是我第一個怪的 台北車站 對 北車 我們那時候會加重語氣 我剛剛在化妝室跟他們聊 為什麼我想要換方式說話 因為我們要加重語氣 小時候爸爸媽媽那天不會講說 亂 哇 他長得亂症的 喔 對 小時候爸媽不會講亂 會生亂症的 不會 他們狠嘛 會說亂好看 亂好看 他們也會說亂好看 亂好看 然後再往下就會這樣 超 哇 超猛的 有沒有 超 對 爸爸媽媽那一代也不會講 你好流行喔 齊哥你都會耶 這二十年前 那個是二十年前 我們在講的耶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你對 看到帥哥 你會說超正 亂正的 不會 不會啊 我也覺得很 就很帥而已啊 就這樣 我還是保持 古老的說法 世己之心就對了 是吧 所以每個世代都有他們想要 用一個不同的方式去加重語氣 沒錯 問題是 他們這個世代的那個簡稱 我不知道加重了什麼語氣 對 不懂 還有不知道他的邏輯怎麼遵循 而且他們不是只有 中文會這樣縮寫加重語氣 英文他們也縮寫啊 也有 也有啊 對啊 有一天媽媽在那邊 情緒不穩定啊 這邊說 都是你們啦 然後 Kent就走到我旁邊 對 夫妻嘛 曾亞蘭公這樣 然後呢 Kent在我拍他 爸 媽媽EMO了 EMO EMO EMOTION 縮寫成EMO 情緒 情緒起伏不穩定 是吧 EMOTIONAL EMOTIONAL 然後簡稱EMO這樣 對 就這個人很敏感很情緒化 喔 我跟你說你爸爸 EMOTIONAL 你爸爸就是 EMOTIONAL 好像也可以用在 我會過來 對不起 好像也可以用在 超明的選擇 那女生EMOTIONAL 那女生EMOTIONAL 不拔嗎 欸 他有點情緒啊 欸 你過來我拔你看看 EMOTIONAL EMOTIONAL 你怎麼EMOTIONAL EMOTIONAL 你們兩個不要互相商量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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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流行的 蠻流行的 你們是不是現在的年間 體力都不好啊 對 我講一個字兩個字 講兩個字就累了 對 多講一個字兩個字都不行 我覺得沒有 這個是一個那種語調 你當下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跟別人在相處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比如說老師 同世代的感覺 對 像同學我們同班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你老師 有時候你講老師 就會覺得說 這個是那種已經學芭蕾了 我們就不講老師 那你們講什麼 我們講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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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 你有嗎 你們講老嗎 那兒有 可以 rodz的問題 你這樣很有親切感 對 他有親切感 你有問過老師本人的感覺吧 他說 欸你們這樣叫我很有見ела TP 保 沒有 對 他還會直接叫名字 直接叫名字 幼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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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這好像一千 那外國老師呢 我家座寫不出來 對啊 家庭作業 家座 外國老師 外勞 喂 外勞 喂 你真的不能在新馬一代用 不能喔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叉叉的就是 外勞 現在在罵人 對 在罵人 不是 粗話 比較粗話 第一次我聽到的時候就是 上次你去那個演唱 舞台劇的那個米其林 再次米其林 然後我們就全家一起去欣賞 然後呢 迪古就很高興 那時候他正在看那個 就是 這群人的視頻 就很迷那一陣子 他就看到陰森 然後他就說 媽 我想要去跟陰森拍照 拍完回來以後 他就看著照片 看著照片他就 我沒了 他一邊笑 我一邊說他沒了 我心裡想說 對啊 是沒有拍到照片嗎 是融化的 應該是拍到了才會看照片啊 是融化的意思嗎 我也覺得他是看到了 你好有慧根喔 是融化的意思嗎 因為沒了 我們以前聽人講說 啊 爸沒了 就是掛了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 沒了 沒了就是沒了嘛 沒有別的 會沒有單純啊 沒了 然後姊姊就說 沒了就是很歡愉 很開心 已經覺得沒有自我了 自己都沒有了 的意思 這比良人還要難懂對不對 沒了怎麼來了 我們感覺是在抖音啊 然後大概都是抖音或是路抖 他們出來的 都是所以他們用詞都是非常簡單 就是 路抖是什麼 好 我們這樣好 我們往下看看好不好 第二項 我們剛剛的心心用語有沒有沒有講到 是你們有在用真的很好很好用 而且很有意思 剛才我都嫌他們沒什麼意思 然後不知道沒什麼意思 要不然不知道怎麼來的 走心 走心就是當真了嘛 或者是有一點有情 就EMO了 有情緒的嘛 有一點有一點 走心 走心我知道啊 我們要說有料 喔你這個人很有料 你這個很有料啊 就表示很有內容啊 就是 對 用各在 用各種情況 就譬如說 不一樣 就可以譬如說 我可以在 呃他考試啊 或考很厲害 或是我 我本來覺得說他很弱 或是什麼呢 然後他突然 欸 表現得比我意外這麼好 我說 唉唷 有料有料 有料喔有料 所以你們這個世代在形容 或讚美別人的時候 不喜歡用長篇大論 對不對 最好是簡潔 簡潔有力 有料 我會說那個人長得 鹹度厚俏 也說他長得很有料 有啊 對不對 也有啊 代表生產 也有啊 現在變成內涵了啦 有內涵了 聊八卦的時候我們也會 聊八卦 對 這個話題有料喔 對 我們只要覺得說 在知道這個人有東西挖的時候 欸 可以聊八卦 有料他有料 對 我想到了 就是以前我們講 八卦嘛 可是他們現在說吃瓜 吃瓜 對 吃瓜就是有點像看八卦的意思 看好戲 就譬如說今天成哥有什麼緋聞 然後我們就是吃瓜的人 我們就是看你的緋聞 繼續看下去 看戲的 看熱鬧的人 對 這應該有 這應該有由來 對 我們就 電影裡面 是喔 包括鄉民都是電影台詞 然後什麼 周星馳的電影台詞呢 我跟合著鄉民 對 所以鄉民就等於看熱鬧的人 對 還有什麼傻傻 然後現在變成不是鄉民 現在變成吃瓜群眾 吃瓜 哦 看熱鬧的 哇 比如說什麼東西很紅的 他們就說報款嘛 現在不能再講報款了 報款不是說什麼 報款就很受歡迎 對 就是它是招牌 或者是很受歡迎 對 現在你講報款太土了 土啊 硬貨 哪一個硬 我不知道 我就上次去那地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好 就是硬貨 我說什麼都硬貨 我就聽他們都這樣講 然後我們就 內地的朋友就跟我說 現在沒有人在講報款 哦 應該 應該是 對 應該是軟硬的硬 就像有時候吃到一些菜 是硬菜 對啊 這個菜很厲害 很厲害 應該是厲害的意思 有點像有料嗎 就是它不是軟的 招牌吧 裡面是 有內容的 對 有內容的 所以叫硬貨 幹得好 穿著打扮 來 有不理解的父母親 有沒有 其實你們已經算打扮了 比你們童年紀都年輕很多 真的嗎 麻煩跟那邊的 真實 八實的 不理解他們 就是我很不理解 現在的年輕女孩們 很喜歡穿著短 就是一定要露出那個肚子 哦 對 鬥仔 你知道嗎 短板的 對 短板的上衣 然後或者是細肩帶 沒有 他們的短 中間露這一節 現在是以前 你們女生穿小可愛 是怕曝光 對啊 他們現在是小可愛 是為了要露到小可愛 對 直接穿 直接給我穿小可愛出門 他的衣服線可能太爽 對 你看 就是直接穿那種小背心 這還好 這個還不算很大方 他還穿 你看 這個就比較多一點 亮亮 你去歐美 會很受歡迎 對 歐美 他就是跟他走歐美風啊 你長得像花木蘭啊 你看看 你看 你看那個褲子 這就是歐美喜歡的 就是海美 他的褲子是有點像安全褲那樣 我覺得很好看耶 整理褲 對 只要男生看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女生就是 比較好相處 就是會喜歡運動 會喜歡 不不 欸 你真的好相處 看不出來 誰看不出來就很好相處 會喜歡運動 整理褲很好相處 他可好相處的 怎樣是比較不好相處的地方 哈哈哈哈 不是穿高領的就不好相處 很多人 喔那我不好相處 穿高領的會覺得說 你好像都在讀書 高領的都在讀書 高領的都在讀書 對 穿這個的話會覺得這樣 但如果他上面高領的 下面穿真理褲 你這樣覺得好相處 你這樣會覺得好相處 穿高領這樣穿真理褲 什麼穿著啊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怎樣用 不然就是像米卡這樣子 他就上半身怕冷啊 對 不然就像米卡這樣 他上半身穿這個 然後下半身他給我穿一件 看不到的褲子 看不到的褲子 喔對都穿了 下半身隱形的 隱形的啦 下半身適中啊 對啊 他把家裡都結束 你今天的打扮也是很特別齁 米卡那種褲子還算長了啦 對啊 米卡妳有沒有真理褲 有 我有 但是現在沒穿 現在我換了這種 看來很雜誌風 就是很雜誌風 這是什麼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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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 那是穿出去走路的嗎 對 這個我在家不會穿 這只有穿出去 這下雨怎麼辦 下雨天那就是換 下雨就不能穿啊 對 不然他整個會死掉 可是隨時 台灣隨時都會突然下雨 這個鞋子 我以為是室內拖欸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室外的 華麗感的 你知道他有一次 亮亮有一次還給我 直接穿睡衣搭飛機 從韓國飛回來 那很誇張欸 哇 很有料啊 不是啊 那個睡衣是長袖長褲的那種 襯衫型的睡衣啊 對 然後長袖長褲 帶扣的是不是 對 斷面的還是綿的 但是一看就覺得 你就知道是睡衣啊 就是睡衣啊 所以基本上妳很喜歡 流行時尚的東西嘛 對不對 蠻喜歡年紀 妝也是自己化的嗎 他自己化的妝 他很小就會自己化妝 妳未來會走這個行業嗎 會啊 欸他一定是電影咖囉 我跟妳們講喔 已經有拍攝了 讚欸 真的喔 看這樣的話妳應該會走秀 我覺得妳應該研究過走秀吧 然後妳可以走的時候 加這個甩法嗎 因為好像妳們女生很喜歡剝頭髮 還是什麼 他一定會 妳過來 教一下 哈爾 好突然喔 妳已經站起來了嗎 我站著 陳秀秀 你踢不然喔 他還會演 欸我怎麼在這兒 你等一下 那妳的肚子要多露一點啊 蛤 有啦 有啦 準備齁 你要讓他有一種感覺 就是他手上拿手機在自拍的感覺 你就比較會擺姿勢啊 OK 時間那就是不要太久 10分鐘之內就好 哈哈 10分鐘 我就擠趟了 來老師 音樂 有喔 有喔 我覺得你客氣了 對啊 我現在他有點 他也蹭不開 你客氣了 你看你的照片 我懂你意思 來兩杯給我 拿兩杯 快 下 還不行 你剛剛手太快了 你手慢慢 慢一點 然後你走到前面一點 快拍慢走 然後你可以秀他自己的狀態 對 承哥你先示範一次你走的方式 好 那你也要自拍 真的嗎 一樣的音樂 不要 我的音樂要不一樣 我不要跟他一樣 好不好 我是有料的藝人 有料 有料 音樂 好好笑 聽一下 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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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老師 去領錢 有料 有料 好符合這個年紀的世代 靜靜享受這個舞台 這就是你的舞台 都是你的 你讓人家展現這樣 你們這個世代 到底是怎麼露肚臍的 怎麼展現身材 露這個肚臍 對 展現身材 展現自信 這都讓我們知道一下 好不好 好啦 至少15秒 20秒 好好享受一下 預備 音樂 慢點 慢點 再慢 停 開照 對 開 開 開 剝頭髮 很會 有 很會 好可愛 好可愛 在你的成長的過程中 你在16歲嘛 你曾經看哪一個女生剝頭髮 讓你覺得好好看嗎 我喜歡 妳剛剛 妳妳啊 不是不是 妳妳是一個大陸的女演員 對 妳妳一樣 我很喜歡很大方的長 喔 那Lisa咧 喔 也可以 喔 也可以是不是 沒有啦 Lisa本人應該是覺得很容易 我怎麼會在這裡 Lisa Lisa是大家的 哈哈哈 妳 因為妳小KK2歲啊 剛剛她像這樣子有沒有 對 這樣子的展現自信 喜不喜歡 喜歡啊 好相處的女生 很年輕人 就是大方啊 大方 對啊 所以妳基本上交往的 喜歡的都是一些大方的女生 唉唷 喔 因為倒 我不行這樣說咪卡 漂亮女兒穿藝風格 讓新媽們有苦難言 她就是 很喜歡去穿爸爸那種 OVERSIGHT的男友 對 她這個褲子也是爸爸的 哇 妳的腰跟婆婆用出 一定要配襪子 我會覺得穿出去真的很丟臉 妳就覺得丟臉 我覺得不會丟臉 但我不會穿 所以妳基本上交往的喜歡的都是一些大方的女生 對 應該沒有人會喜歡門燒都不講話那種 因為倒 我不行這樣說咪卡 妳要來走秀 來 請 好 好 她剛剛做什麼風啊 這穿什麼風啊 雜誌風 雜誌風 妳過來 她穿了兩隻兔子在角色 有點滑 好可愛 要享受 妳要做得比她還好 OK好不好 盡量喔好不好 當然知道妳的厲害喔 她要開0.5然後這樣 對耶 好會喔 唉唷 年輕 就是廣角的意思 對 妳懂啊 0.5 廣角 妳不能開到1嗎 0.7可以嗎 沒有了 最高就0.2 最高就0.5 對 0.5的廣角比較漂亮 對 來 準備喔 音樂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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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妳覺得妳的自信 是不是成長都慢慢累積出來 就是走 路走得太多 走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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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當過兵是吧 走路能走多少 還好嗎 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漂亮 每一步都要很漂亮 每一步都要很漂亮 她的肩原來是太滑 那邊靠鞋了 她 有時候那個拖鞋在家裡 我說 欸 我們的貓怎麼在那裡 她發現我不是她的拖鞋 因為她很多這種鞋子 毛毛鞋 對 妳看她的手都是有做過指甲 就是 學校可以這樣做嗎 她老師還 老師還蠻不低調的 老師還蠻不低調的 這個很酷 老師也說這個酷啊 對 哇 老師老師都欣賞 不是老師說的 老師都欣賞了 是勞說的 勞說的 大家勞說的很酷 勞說的很酷 剛剛妳說亮亮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穿短的露腰 然後穿短褲 我覺得那就是 我們以前就是一卡短褲 青春樣的 對 就是能露要盡量露 難道我們要現在露嗎 我現在要露也沒人要看 我好看 對 妳都露我看 我今天露很好看 對啊 我覺得青春的時候 就是應該要穿的就是辣妹 可是你看我們這個 永遠的包這麼多 她呢 爸爸如果今天去買了一個T恤回來 她就會很高興 因為她就覺得我有新衣服了 她就是 很喜歡去穿爸爸那種 很大件男友 對 他會跟爸爸說 你為什麼尺寸買這麼小 你不知道我喜歡大一點吧 她就是永遠都穿 她這褲子也是爸爸的 然後呢 褲子是爸爸的 國華的 國華的 女的腰跟國華一樣 跟保華一樣出 她有一點縮水 因為我穿太多次了 因為洗到縮水 她也跟我說我好喜歡這件褲子 可不可以叫她幫她 再幫她多買幾件 她怕洗壞 然後洞洞鞋 一定要配襪子 然後上面的洞洞鞋 還要隨著心情 洞洞鞋是那個Crocs那個 對 現在又流行了 而且 那是我懷孕的時候穿的 那時候淡掉了對不對 現在又回來又回來 可是韓國一直很流行喔 韓國的路上全部都是 而且又賣很多小丁丁 對 為什麼 妳說的洞洞鞋是那個嗎 我們以前穿洞洞鞋 沒有在搭襪子啊 還有後底洞洞鞋 對 這現在很流行 還可以增高耶 應該至少五公分 你還放了那個 拿出來看看 喔 她把後面那個架起來了 妳好像要來跟我打架的感覺 喔 可愛可愛 可愛 這超小一號比較好 那妳穿這個 那妳穿這個 一雙還是兩雙啊 是一雙 一雙襪子 愛迪達 比較特殊型的 設計的 喔 學歷梅 那是學歷梅嘛 對 好忙的鞋喔 真的很可愛 對啊 基本上我穿他們都是因為 懷孕的時候覺得怕摔倒 方滑 然後又覺得一套很方便 但是這種鞋呢 我會覺得穿出去真的很丟臉 但是他覺得我 我懂不懂 妳覺得會丟臉喔 VQ會覺得丟臉嗎 我覺得不會丟臉啊 但我不會穿 那就是 那個毛毛鞋妳會喜歡嗎 我覺得看起來很療癒 但也會再加穿 我也會當室內鞋 一種擁懶風的感覺 對 擁懶風 擁懶風 CAN CAN 他在穿衣服我也是不能理解 你看他個子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肉 其實他的一般 稍微單薄了一點 對 他是穿M的 但他永遠都要買至少L的 那有的就比較大 Oversize 然後就很寬鬆 那寬鬆 有一次我們在歐洲 我想說他有一件 他夢寐以求的那個牌子 Versage 我說 怎麼會折扣 怎麼這麼便宜啊 一件2000塊台幣 買啊 我馬上視訊他 CAN 要不要 好不好看 他說 爸爸 太好看了 然後他說我要 我說 但是他唯一有的Size 就有XL 他也要 欸 底下很空 很狼 我印象會流汗 我沒有辦法吸汗 我覺得很難受 這也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你知道 他喜歡那種衣服要很貼 很貼 很合 老人就喜歡緊身的 對 流汗就可以忙吸汗 可是就是 我覺得很習慣 你流汗你就是去廁所 把它拆擦就好 哈哈哈哈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用衣服來吸汗 就是我覺得穿緊身會有點 我又很薄 然後穿緊身會變得 看起來很像GAY 你有在健身嗎 想要練那個 練厚一點嗎 會 可是我就是厚不了 他有 他其實他在做重訓 他就是這樣 對 我不想太娘 然後我又很薄 所以就是要搭稍微寬一點 然後那種XL的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衣服 就前面砸進去 後面不要砸 這個他平常 可是他這件 油拆妝還蠻好看的 油拆妝 你沒畢業了是不是 其實 就看不到他瘦弱的 比較瘦弱的樣子 對啊 外套也都是Oversize 對 這個就是 你跟姊姊嘛 對 我們喜歡 我們常常喜歡拍鏡子照片 姊姊露肚子 對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我跟姊姊喜歡這種 就是 鏡子 然後不要看鏡頭 就是感覺好像 靠在一起 然後有一種 IG都拍這種照片 很親近的那種照片 對 好 這個兩個點 我也是想說 為什麼你要一直戴 他這個項鍊還算正常喔 他平常愛戴什麼 金項鍊 對啊 今天不是哪 今天戴 對 就金項鍊 我說 奇怪 我們這個年代 那你有戴金項鍊嗎 你有戴金項鍊嗎 家裡也有 對 戴金項鍊 這個風潮是怎麼來 其實也沒有 是嘻哈風的關係嗎 也可以說嘻哈風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身上 比如說我今天這樣搭嘛 然後 就是你身上如果說你褲子是黑色 你要有一點亮色性 你要有一個重點 那今天重點就是調紋 因為上面有調紋 然後褲子也要搭一點深調紋 然後下面不能也是太亮 因為太亮跟上面就沒有一個對稱 而且他都有噴香水耶 我這邊都聞得到 他有 他大概有十瓶香水 對 然後 有時候因為這樣子 有時候沒有項鍊會覺得很單薄 呃 非常好 對 我覺得戴戴雖然是懂穿的啦 他都有想法 他都有想法 他其實是很懂這個 只是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叫金的 我只是不理解這個 要亮吧 可以變線啊 大概就是家境好吧 一定要表現 沒有 那個不是真的金啦 就是金色 來來 我們準備要今天下一條了 下一條是 孩子的流行的下一條 拍照姿勢 我就覺得 他很愛我幫他拍照 然後呢我們 像我們拍照一定是 妳很會拍照啊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在他眼裡 反正等一下 Mita 妳媽媽Ivy 是不是一個很正很辣的媽媽 對 妳就說世界好還說不能否認 妳去看看其他同學的媽媽 沒有發現很正的 不能否認吧 她的姿勢有點讓我 不能理解 拍照的姿勢 她的姿勢反而妳不能理解 對 譬如說 是可能 要這樣 有那麼久 可能拍照腳不會交叉喔 不會啊 妳的腳不會交叉嗎 不是 我們不會交叉那麼多 真的啊 媽媽媽很難把腳叉 媽媽媽很難把腳叉 是一個 你是怎樣 你要交叉嗎 腳比較長 你感覺到腳要往下 有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我比一個真的 妳是要 就怕沒腰身嗎 然後因為 我就會覺得要稍微要 一隻腳要前面一點 有伸展的效果 對 然後身體要稍微後面一點 她重心有點往後 對一點點 然後她每次擺都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在罰站嗎 而且她們拍照更奇怪 就是 永遠都不看鏡頭 對 妳就要看鏡頭笑 她會覺得 妳好妥 她拍照就是 不然就割半邊臉這樣子 然後那種 還有一個更怪 蹲在路邊 我說 你是流浪漢嗎 她 蹲在街口 然後很暗 就蹲在路邊 然後這樣 還要看旁邊 雜誌波 這樣流行 這樣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頭痛 頭痛 這是自然的一個動作 比如說 你剝頭髮 然後你可能就這樣剝 然後人家自然這樣拍下來 這樣子好了 你們兩個同時站到中間 然後我們都擺 一個 兩個 三個姿勢 兩代拍照POSE 對照片 準備 來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好可以 變化不大喔 變化不大 變化不大喔 呃 他的變化比較不大 嗯 然後表情變化也不大 但是我可以幫他拍100張 他會說 你真的拍得不好 每一張都不滿意 我都看不出來 有什麼差別 他很喜歡拍那種 不經意的感覺 對 他很喜歡拍那種 那種很像 街頭巧遇的那種 對 那種差 對 女生好像都這樣 我幫我女兒拍我女兒 不能用美肌喔 永遠他都交代說 不是他們不能用美肌 好怪 當然他們都用 原相機 開閃光 我說這是 然後再去調色 很醜欸 我覺得 用原相機開閃光 真的超醜的 因為你覺得用那種濾鏡啊 什麼 他們用那種濾鏡 就是有些有瘦臉 然後瘦臉 就看起來是那樣 長得很像芒果 哈哈哈哈 麻我 不是 不是 那個媽媽的臉不算大 你這樣誠誠阿伯 你這樣誠誠阿伯 我生氣了 你不要這樣子説阿伯 不是 我那個瘦臉差太多了 喔 好 真的 原相機就是你可以慢慢去修嘛 就也沒關係 但是有時候那個晚上的時候 他如果用那種美顏相機什麼 就看起來很霧 什麼瘦臉的特效 會自動上妝的那種 對 所以那種看起來很像芒果 然後你們現在是不是很流行底片 對 他們現在開始流行底片 流行底片啊 對 特別某一個牌子 會去上網 而且他們會去上網買那個舊相機 對 就是拋棄式的 有沒有還有就是那種以前我們的 真的要洗的 我們剛開始買的那種數位相機 可是是很舊的 然後可是還是 裝那個記憶卡的那種 因為那個畫質其實沒有那麼利 他們反而覺得拍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朦朧美 要帶表情一向帶一點的那種 有嗎 每一個都有嗎 對 有 每一個都有 有 唉唷 好妙喔 然後他們喜歡 爸媽擺拍姿勢超奇怪 新而代賣頭問號 我會穿一些比較 就是古風 就會被女兒說 媽妳為什麼穿得這樣 妳喜歡 妳喜歡穿這樣拍照喔 她很沒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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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明哥拍一下照片 她說好 然後就這樣 對 好妙喔 然後他們喜歡 在用底片記得當下 另外一個人拍她在用底片段 對 然後永遠拍照的都是 我在IG上看到我都很年輕人 真的 就是妳在拍我用底片機在拍照的樣子 真的在拍 或者是妳拍照永遠都是 手機會遮到臉上的 對 我就會覺得到底在拍什麼 為什麼一定手機要遮著臉拍照呢 呃 有時候也是一個態度 有時候是個構成 亮亮 亮亮就很多是這樣的 就是遮臉 不然就是說她很會自拍 她不會叫我們幫她拍 剛剛幾張照片都蠻好看的 她非常會自拍 露肚皮露的好自信 剛剛那個都自拍的啊 對 都是自拍的 妳剛剛照片看起來根本不知道妳不到150 真的 哈哈哈哈 我有150啦 有150的 妳對她的150印象很深刻喔 哈哈哈哈 沒有我覺得她很會拍照 她反而會覺得說 媽妳怎麼都拍這種照片啊 妳這樣子IG不會有點閱率欸 妳都拍什麼照片呢 她很沒有質感啊 蛤 她很沒有質感 很沒有質感 我很喜歡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有儀式感 所以我會穿一些比較 就是古風 古裝風 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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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旗袍那一類的 然後就會被 女兒說 媽妳為什麼穿得像 紙紮人 哇妳喜歡 妳喜歡穿這樣拍照啊 然後就會 然後另外一張 紙紮人是像啊 所以中原普度嗎 然後就會說 就會說 媽妳怎麼像 妳怎麼像金童玉女那種 哇我的天啊 然後還有一張 為什麼 這整個都跟親家母一樣的 對對對 真的特地親家母 妳看這修圖修太慘了 妳這個真的有用 這美顏吧 美顏 這個有 這個有 這樣這種磨皮磨太多 你們就覺得不OK對不對 不自然 對 喜歡臉上有一些雀斑 或者是有 我們現在不喜歡看這種 我們要有瑕疵的 不喜歡 就真實感 就感覺好像是 要有自然生活感的那種感覺 上一輩的人 他還會自己畫雀斑裝欸 沒有自信 但這 對這代人就是 你長什麼樣就長什麼樣 就是我有態度就好 所以他就不太用什麼磨皮啊 或者是修的那種 什麼追求原相機 對對對 所以追求原相機 喔 那種原始的畫質 對 對不對 欸這反撲龜真的感覺蠻特別 是我今天比較意外 可是他感覺當是整個復古 又回來 又回來 我覺得很像下一代有救 對 對 沒有是人的問題啊 不知道啊 所以同學的父母裡面 如果有一個很會照相的 你們就會覺得 喔 好照好照 這爸爸好酷 這媽媽好酷這樣子 對 對 有媽有 有時候你在街上拍照 你在那邊太久很尷尬 對 所以就是有一個人 可以趕快幫你捕捉下來 然後就是 你就會覺得特別貼 快狠 誰會拍照誰就弄網 對 沒錯 然後剛剛講說 他不看鏡頭對不對 Mita不看鏡頭 KenKen也是一樣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們這一代不能接受是 我拍照就是要留下紀念 你不拍到臉 沒有看到我的五官 你在拍什麼照 是吧 所以呢 譬如說 但是我們會讓拍照多元化嘛 譬如說像我們以前 那個年代代表的姿勢 喔 不會 我剛剛有你 我不會 可是我沒辦法接受 我也沒辦法接受 你沒有要接受嗎 他有V啊 有沒有 我沒辦法接受 然後如果在腳邊 有一些道具有石頭什麼 我們也會這樣啊 對對對 沒有注意啊 有沒有 我們這個年代應該 但是這一掛的嘛 這個還不是最誇張 最誇張的是 我有一次我很常 有時候陪他去 他有演講我陪他去 然後永遠喔 上來第一句話就是 欸 大家好 我是侯昌明 然後就有他就說 欸 昌明哥拍一下照 拍一下照 然後就好 然後就這樣 對對對 還有讚 還有讚 對 對對對 這個什麼意思 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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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流行 以前真的很流行 以前真的很流行 就是一種歡迎 就是我 歡迎你們 對啊 然後就很開心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以前不都這樣嗎 我們就跨起來 欸 你不要說以前這樣子 就像我現在 比這個手比心都不行耶 我女兒都夢裡很土 沒有啊 現在還是這樣比啊 沒有 已經被說土了 你永遠兩手攤開來拍 真的 感覺就是 我就這樣 你要怎樣 真的 起碼 起碼我這樣子 你還看到五官 非常清清楚楚 而且腋下很通風對不對 你看一下Kent的照片 拜託一下 這在拍什麼 不是就意境 可是現在有觀念 看不到你 看年輕人 我女兒的也是啊 拍這種照片啊 我說天哪 你將來回應你孩子 還不曉得這是誰 這是你吧 沒有五官 我覺得這就是 接受資訊刺激的不同 對 他們有太多的各種的衝擊 對 然後你們看了很多別人的表現 對 然後發現這樣的風格 是你們普遍普遍能接受的 所以就會拍一些那種 蛤的笑的那種片假 那個片刻 對 一定要假笑 然後捕捉一個 對 然後有時候 明明是自拍 然後雙座睡覺這樣 對 對不對 他就拍一個很 他要拍一個很自在狹義的生活 然後一個 一個片段 對 對 他要玩這種 對 他要拍照的時候把口罩戴起來 我們拍照不是要把口罩拿下來 他們是拍照的時候把口罩戴起來 對 那是疫情的時候吧 沒有現在也會 是嗎 對 那是因為就是 一個動作什麼 全身照的話 這樣子臉會很醜 所以想說就戴起來 然後 主要就是一個意境感 全身照的時候臉會醜喔 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咧 往往 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拍的話 臉會很醜 就可能會有雙下巴之類的 喔下巴 對所以 你還有雙下巴喔 就是多少是會 就是拍起來有 對你看 這樣子好很 他們現在這種拍法 而且很像穿搭衣服的那種 Outfit of today Outfit Outfit today 喔 TD 還有最後一條不解是什麼 來 文化現象 就譬如說我們 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會追星嘛 但是我不會像他這麼瘋狂 他追星到他 真的現在好多人喔 什麼叫偶像小卡 他好像有帶吧 這不是我們小時候在做事喔 等一下我們那時候是貼紙 什麼小虎隊的貼紙 沒有 那時候有那個二乘三的 戶背的小卡 也有 以前連機車擋水板 我們都還是 擋泥板 可是他這個是花錢的 就是說 你必須要買專輯裡面 會有的小卡 就很像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會 他就是可能自拍 就可能會 這可能從他的IG就是 練習去 沒有 他們 他們會 這是原版的 拍照 然後呢就是可能 經紀公司就會把它 放在專輯裡面 可以記錄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重點是 放在專輯裡面 他為了 因為他可能是隨 隨 IG上就可以弄下來了嗎 沒有他可能是隨 隨機放的 然後他會 而且會弄到這個 這個小卡是可以買賣的 有些卡是貴到三五千塊 都有的 比如說誰的卡 很貴很貴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 真的超級誇張 可能會到十幾萬 那張 蛤 對 一張欸 對 就可能他是一個拍立得 就是還是他自己拍一張 原件原版只有一個 這像真人寶可夢欸 對 你這一版裡面有沒有最貴的一張 有嗎 有嗎 小心喔 這張很貴是不是 零零後追星超可怕 一動作讓人屁屁抓 粉絲會自己做小娃娃 或者是官方也會自己 就是帶著他去拍照 或者帶著他一起旅行 出國做飛機去新加坡 看你們演出的時候 在飛機上喔 這不會很像帶一道 我也是 哇 裡面有沒有最貴的一張 有嗎 小心拿喔 這張很貴是不是 對 這是韓團NCT裡面的一個人 NCT NCT 是誰 那他們國民度比較高啦 請問一下這一張價值多少錢 如果在網路上賣的話 好像三千 這樣才要三千 因為他是 他是 就是沒有每一個專輯裡面都有 他是可能就只有 就是可能一百本 他的材質就是一般的卡片的材質 對 啊你買了幾張專輯 才弄到這一張嗎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誠誠叔叔 那這是他很珍貴的東西 唯一有價值的東西 對啊 我跟你講如果把它全部都賣掉 我就發了 你大概整個價值多少錢 那這個也是 抽到的小卡嗎 對 像學生鎮這種的 對 這真的賣得掉嗎 賣得掉 我跟你講他曾經被騙了好幾千塊 嗯 什麼意思 在網路上被騙 是不是只有你在買 沒有啦 真的 真的 然後他也會 他也會賣喔 而且他會包得很精緻這樣子 對啊 妳有賺到錢過嗎 可是有的我比較不解的是 三張連著都一樣的 對 就是 像你們看一下 覺得拍起來比較好看 喔 三張都一樣 媽媽 為什麼一樣都要放三張 就覺得拍起來會比較好看 這樣是九千嗎 好可怕 那這樣子一般的這樣的 就算一般卡吧 對不對 要幾百塊 要幾百塊 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要幾百塊啊 有 有些有50的啊 然後可能就是 對 這個價值誰來銅板架 就是看來看他的人氣 他有銅板架 對喔 看來看他的人氣會 然後的是 對 那你也會帶小卡去咖啡店喝咖啡 我還好 就是有同學會講 但是有 但就喝咖啡幹什麼 就是感覺 好像陪你喝咖啡 對 對 然後我們 比如說 比如說他那時候 我們去出國坐飛機 去新加坡 看你們演出的時候 在飛機上喔 也會把小卡放在那個飛機上面 然後感覺跟那個偶像的小卡 一起坐飛機的感覺 這不會很像戴儀照 我也覺得 好像在懷念哪個 哪個剛走了 很難理解 可能好像滿多人這樣講 你們理解嗎 哇這個沒辦法 這個不好理解 我還好天天沒有這方面的事 但是收集偶像的東西是病人 然後吃一口東西還餵他吃 收集 那個太怪 那是生病啊 請問一下收集偶像的東西 除了這種小卡之外 還有哪些 專輯對不對 還有什麼 周邊商品 周邊商品還有什麼 周邊還有人 就是他們粉絲會自己做小娃娃 或者是官方也會自己做 就是做一個這麼小的玩偶 然後像狼的樣子 可是代表那個偶像 比如說他是代表成哥 然後他就會帶著他去拍照 或者帶著他一起旅行 公仔 之類的 就有點像是 就是可能棒球明星也會有他們的 追星其實是好的 我們剛才在那個 另外一個節目出到這樣一個題目 追星看演唱會 比起跟情人晚上睡覺前講電話 哪一個更能對大腦有幫助 喔 結果是追星嗎 追星 蛤 怎麼會 他會刺激 對 多巴胺 腦下垂體的 還有那些腺體的分泌 對人的健康是有幫助 那這跟情人就不會有多巴胺嗎 反而不是想什麼時候可以掛電話 欸 現在是 年輕人最愛短影片 全哥不懂鬧脾氣 這句話是什麼 國姓詩 所以為什麼叫我姓詩 就是 他不知道誰取的 國姓詩啦 不用問為什麼 他一邊就好了 就 第二句的時候拍右邊 好啦 過了蜜月期之後呢 其實有時候 反而是要糖塞他 反而不是想 什麼時候可以掛電話 來 謝謝亮亮的介紹 謝謝 小本子 那一本價值連城 那現象 就是呢 從 他們開始會玩手機 有自己的手機以後呢 他們就開始流行追 就是抖音 或者是 一些現在流行的東西 所以我所有的流行的東西都是 他們不經意表現出來的 那最近他們就有時候 只要一 一聽到一個播什麼東西 播到一個什麼片段的音樂 他們跟弟弟兩個人就會 開始就會 就是 或者是就會有一個 規定的 那個叫什麼BG BGM還是什麼 對 BGM BGM 你怎麼知道 對 就是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一出來 背景音樂 對 可以教一下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 最流行是什麼 我姓石 你姓石 喔 我姓石 你姓陳 你姓陳嗎 我姓 那首歌 那首歌叫我姓石 那首歌叫我姓石 那首歌為什麼叫我姓石 就是 他不知道誰取的 反正就是我姓石啦 不要問為什麼 對 他有什麼動作嗎 什麼動作你可以教啊 這個這個通常是 有一個人要在前面 對 對對對 然後你拿手機 然後轉左轉右 對 第一句拍自己 然後第二句是拍到 第一三句拍自己 對 然後二四句拍大家 對 就是一句是拍自己 然後一句拍旁邊 然後一句拍自己 一句在旁邊 喔這樣子 就各拍一邊就好了 就第二句的時候拍右邊 後啦 那你們動作都會跳喔 對 不會 那個會跳的跟著做 跟著咪塔做 來 預備 開始 我姓石 無論何時雨 你想生活都吃 我姓石 你想生活都吃 我姓石 我姓石 你想生活都吃 我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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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是這樣 對 沒有辦法想像可以這麼紅吧 好啦 謝謝大家 今天有大開眼界耶 世代 世代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喔 我們這些所有的 五年級 六年級的人 都應該要去面對這一些 必然 我們不能夠被淘汰 宜然自得的 徜徉在每一波的流行浪潮當中 跟著他們一起成長 對 不會脫節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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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發現 你頭痛也就好了 你頭痛也就好了 怎麼這樣 老子也活了 祝福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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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長燕姐 很好 謝謝長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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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喔 本節目特別感謝 蘿莉亞索生衣 女人的索生美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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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